此次洪涝灾害共造成近129万人受灾 房屋倒塌5.9万间 严重损坏的房屋达到了14.7万间 农作物受灾面积22.5万亩 目前这些灾害损失仍是阶段性的数据 造成的财产损失还在持续统计中 让我们感到特别痛心的是 截至8月8号24时 全市因灾死亡33人 主要由洪水冲烟冲塌房屋等原因造成 因抢险救援牺牲5人 还有18人失踪 其中包括一名强险救灾人员 在此我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 向因公牺牲统治和不幸遇难者 表示沉重的哀悼 向他们的家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我提议大家起立 为遇难人员默哀 名称 和不可命 状态 刘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